為了慶祝雙十節 宜蘭有一群跑友帶著國旗從梅花湖起跑 一路翻過思源崖口到海拔 3517公尺高的翠池來舉其慶祝 而中部也有一群重機騎士 在國慶日這天集結了110台的重機 再穿上一身國旗裝 齊聚環繞日月潭 重機車隊迎面而來 響應國慶日全都穿上亮眼國旗裝 重機上還插著國旗 隨風飄洋非常壯觀 這群熱愛重機的騎士們 來自台中彰化南投 他們組成浪漫騎士車隊 每年雙十節都會集結為國家慶生 今年也不例外 110台重機騎聚準備環繞日月潭一圈 穿著我們的國旗 還日月潭一圈 熱愛我們的國家 熱愛我們的國旗 所以我們浪漫騎士 為了響應這個國家的慶典 我們已經邁入了第六年 而在宜蘭也有一群熱血朋友 專程帶著國旗往高山上跑 他們從平地的梅花湖當作起點 一路行經思源亞口和雪山 最後抵達全台最高湖泊 海拔3500億七公尺的雪山翠池 全程123公里很有挑戰性 每年的雙十節都想要帶著我們的夥伴 帶著國旗到高山 去為我們的國家慶祝生日快樂 值得一提的是 隊長前陣子才到希臘完成 斯巴達超級馬拉松賽 回國馬上投入國慶入跑活動 行完用不同的方式慶祝國家生日快樂 姐 綜合報導